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四将会公布2到4月的数据 财政司司长陈某波在网上说 随着近期经济和疫情持续改善 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将会进一步显著下降 他说就业市场能不能持续改善 甚至拉动新筹回升 比大公仔能够切身感受到经济和就业环境好转 很大程度视乎新冠疫情是否进一步有效受控 呼吁市民积极参与疫苗接种 除了保护自己和家人 也是支持经济和就业市场稳步改善的关键一步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同样在网至提到 在疫情转趋稳定的时候 绝对不能够被他反弹 甚至将香港复苏拖后腿 变种病毒个案暂时未在社区广泛爆发 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 接种疫苗是目前防空疫情最有效和最彻底的措施 牧师电视记者卓越文报道 警方在屯门倒破无牌酒吧和派对房间 拘捕27人 警方说首次在屯门警区发现以大型会所形式经营的无牌酒吧 检获华尔可卡因和瑶头苑等毒品 以及大量酒类饮品和迎音器材 警方凌晨分别搜查建旺街和新安街的公下单位 被捕的20男7女由15至53岁 涉嫌贩毒、藏毒、经营无牌酒吧 在无领取牌照地方喝酒 警方又向在场人士发出违反限聚令 违反限聚令告票 警方说有关酒吧和派对房间上个月开始经营 都是高度设房 设有两道木门和闭路电视 增加警方执法难度 当局即日起要求由台湾抵港人士 需要在指定酒店检疫14天和定期检测 台湾昨天新增180宗本地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之后 台北市和新北市维持第三级防疫境界 在疫情重灾区台北市万华区 早上着防护服的人噴灑稀色漂白水消毒 当局规定市民外出要戴口罩 为例最高可罚15000元新台币 但仍然有外出做运动的人未有遵守规定 在新北市超市和便利店实施新防疫规定 要求顾客实名登记 未有出现昨天的掌握潮 行政院长苏貞昌早召开财经首长会议 要求各部持续密切掌握市场相关变化 就金融机构正常运作 股市秩序稳定 民生物资充足供应等进行必要措施 内地昨天新增4宗本地新冠病毒感染 和5宗无症状感染 都是来自辽宁 新增个案中 1宗在沈阳市 3宗在营口市 另外新增5宗无症状感染 也是来自营口市 国家卫健委派工作组 去到当地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案会和辽宁近日相计有本地个案 国家疾控中心专家吴尊友说 安徽6盎士先发现病例 但是营口病例出现的时间更早 相信这波疫情源头 很可能来自营口市 天晴、酷热 今晚部分时间多云 吹和缓偏南风 1点钟的气温是32度 相对湿度66% 酷热天气警告生涵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展外线指数是11 强度属于极高 新闻报道完了,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